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 TVPS邵康戰情室 專門向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郭正朗委員 黃偉涵先生 賴斯堡委員 謝龍介委員 陳文匯委員 好 這個 伊朗去打以色列 說很多東西很好攔截 但是彈道飛彈不好攔截 因為它其他的東西 什麼巡弋飛彈 什麼無人機 因為1600公里的距離要 兩個小時一個多小時才到 所以你可以準備 但是說這個彈道飛彈 10分鐘就到了 速度非常快 所以這樣以色列還能攔截到 表示以色列的防禦系統很厲害 另外以色列F35戰機發威 不過以色列就是要攔截 花了430億台幣 伊朗大概只花了 十幾二十億台幣 因為它那個發射很便宜 攔截很費力 就像我們一樣 二愛國者飛彈去攔 可能兩三個才能攔一個 但是說以色列很厲害 美國官員說其實只攔了50% 另外50% 說一攔飛彈壞掉了 要不然就是迷路了 要不然就拖把了 掉下來了 說真的打到以色列上空的 只有50% 所以攔50% 不是攔100% 那麼伊朗四個飛彈打中以色列軍事基地 不過好像也沒有什麼大礙 以色列說我要報復 以色列我一向是以眼還眼 牙還牙 所以伊朗要付出代價 美國就很怕了 就說你如果去打伊朗反擊 你們自己行動 我們老美不參與 我們老美只是幫你防禦 這是攻擊 攻擊我們不去的 我們自己去吧 所以老美很怕 那伊朗說如果紅線被侵略 絕對不會克制 你打我我一定要報復你 然後大家來 那就慘了 我看那個全世界經濟也垮了 到時候真的打起來油價 金價 整個美國現在想要抑制通膨 不降利率等等 將來更糟 國際能源總署擔心以色列 是瞄準伊朗的核設施 最怕這個 王毅說相信伊朗 能夠避免局勢進一步動盪 以色列對中國表示失望 說我們知道你跟伊朗很好 他侵略我們 飛彈來倒我們 你都不講一句公道話 還說這個 還說要各方保持冷靜克制 什麼各方 所以你應該說我以色列有自衛權 這是我的自衛權 所以以色列對中國表示不滿 哲倫斯基最酸 哲倫斯基說 西方 你們怎麼對以色列那麼好 你們應該跟烏克蘭展現 跟以色列一樣的團結 一 烏克蘭現在彈藥短缺 要更多的防空系統 來擊退俄羅斯的攻擊 烏克蘭現在真的很慘 那些義男被爭去當兵 到現在都不能退役 繼續打 打到死為止 蔡英文是譴責伊朗暴力 另外大家就擔心 如果中東再打仗 我剛剛講金融危機 通膨壓力又會進來 我們看一下 以色列可以攔截伊朗 99%報復空襲的最大工程之一 就是箭式三型飛彈 箭式三型防空飛彈系統 是以色列在鐵胸之外 另一個有效的防禦武器 這是由美國和以色列共同研發 位於以色列多層飛彈 防禦系統中的最外層 射程最遠 甚至能攔截大氣層外的 遠程彈道飛彈 也可以探測跟蹤 攔截和摧毀多種彈頭 當週日午夜 伊朗超過300架無人機與飛彈襲來 以色列空軍可是緊張破表 天空的照片 非常忙碌 非常困難 要知道對方的目標 只是伊朗外長前一天說 他們在發動攻擊前 有提前通知各國 只是美國的白宮和五角大廈 卻通盤否認有接獲通知 我也看到伊朗說 他們提供早的訊息 這全都是假的 美國總統拜登 也在伊朗攻擊後 首次針對中東情勢發言 我們要斷燃燈 將他們帶回家 和避免對抗爭鬥 中東情勢升溫 以色列連日召開 緊急內閣會議 以軍參謀總長也揚言 一定會對伊朗反擊 英國總理蘇納克 現在也為了阻止 中東戰爭惡化 希望與納坦雅胡通話 西方大國紛紛介入 要避免以色列在加薩之外 另批戰場 楊鎮男兄 怎麼回事 事實上 因為伊朗是提前公告 將近六天 第七天才攻擊 所以美軍跟英國都已經進場 因為伊朗的飛彈 有70顆是在約旦境內被攔截 這不是以色列 也有30顆被英國攔截 所以以色列真的攔截 大概就是三分之二 現在兩邊都在吹牛 事實上有七顆導彈 是打到伊朗設定的軍事目標 就是那個空軍基地 F-35 他就是要報仇 事實上他在德黑蘭 也貼出公告 他就指明有五個空軍指揮官 是他的報復對象 後來就真的就是打空軍基地 其他地方甚至有人懷疑 他減低了彈藥量 所以因為有的有落到地上 然後看到那個坑很小 就他們並沒有炸開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伊朗就是點到為止 對國內交代 也對阿拉伯世界交代 可是他不希望造成傷亡 因為造成傷亡 以色列就找到藉口 可以反制 這個事情事實上是以色列 先去打敘利亞的伊朗大使館 所以你說誰對誰 打死兩個將軍 所以你說誰對誰錯 這個真的很難論 所以以色列說他還要再反擊 拜登就去阻止 目前的狀況就是以色列承諾 他不會打伊朗 可是會不會打別的地方 沒有人知道 比如說黎巴仁真主黨 他要不要打 所以不然你不能理解 為什麼台灣今天股票大跌 就是如果這個已經結束了 台灣股票怎麼會跌成這樣 所以顯然是有人認為 他大概不會空襲伊朗 可是以色列很上場暗殺 他會不會做別的事 你不知道 然後他會不會打黎巴仁真主黨 或聖城旅也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情事實上 以色列打敘利亞的伊朗大使館 他沒有跟美國打招呼 所以美國的國防部長 歐斯汀是出來抱怨 公開抱怨 所以我覺得美國這次是有點生氣 就說就這樣 就這樣 就到此為止 中國也有打電話給伊朗 所以我認為伊朗也是 聽到很多訊息 所以也是到此為止 大概是這樣 不過台股今天跌 當然這個有關 因為美股一直在跌 美股已經跌好幾天了 跟美國利率不降有關 現在一打仗以後又怕 萬一有什麼油價通貨膨脹等等 美國利率根本不能降 所以全世界千億法而動全身 老沈 其實講到股市 剛剛阿蘭格的講法我不太同意 因為它是禮拜六發動空氣 如果是禮拜一的話不得了 起碼得個1000點 但它禮拜六股市是沒有開的 所以它禮拜一的 早盤的Future的期貨 美股是漲的 NVIDIA 英偉達的NVIDIA 它是還漲到908塊 但是到了中盤的時候 一直到800多塊 這個就是你剛才講的 就長期國庫券的利息上升了 這表示說對未來沒有信心 我覺得現在全世界的熱點 就是俄烏跟以哈 這兩天變成以一 這些都是給台灣學習的教訓 就是說人家什麼情況 我們能不能重演 如果重演 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 我覺得俄烏沒有什麼好學的 但是以哈或是以魚衣這些東西 我認為這個以色列是很厲害的 以色列是被阿拉伯那麼多國家包圍 但是阿拉伯國家真的很怕跟它對幹 因為阿拉伯怕的是沒完沒了 以色列偏偏喜歡沒完沒了 這是很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剛才就覺得說 我們台灣乾脆把握我們的防衛責任 外包給以色列國防部 我們原來軍方跟他關係很密切 對 因為我們自己幹 反而是做不來 而且恐怕更貴 就交給以色列更好了 當然這個是開玩笑 以色列覺得台灣兵差太遠 你看 蔡英文為什麼 就是說借鑑以色列國會代表團 然後戰兵 這個有很難做選擇嗎 沒有 我們台灣沒有什麼選擇 我們台灣跟以色列站同一邊 並不是因為由中東的以太人 也不是因為以色列的宗教 也不是因為他的族群 我們沒有辦法跟阿拉伯站在一邊 因為阿拉伯如果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阿拉伯 現在有十個國家聯手 來跟台灣講說 我們十個都承認你 十個來換你的立場 你變成說不挺以色列 挺我們 你覺得我們敢答應嗎 一定都不敢 絕對不敢 到現在不敢 拜託不敢 不敢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米國小漢的 小漢的 小漢的 所以我們的立場 我們選邊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不是挺以色列 我們是挺老美 老美怎麼站 我們就站 我們是挺華爾街 華爾街的猶太人 我們還挺所有美國的 猶太人的世界的意見 你看美國的猶太人一生氣起來 哈佛大學都還把他的校長撤掉 看會怕人不怕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灣真的是很可憐 真的 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你看以色列對王毅講說 你們中國處理得不好 對我們不夠好 為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趁機會插針 見縫插針 有機會去跟以色列講 老公對你不好 那我們跟你好 敢嗎 有用嗎 有效嗎 我們站邊對以色列有幫忙嗎 以色列是意思意思 如果說什麼這樣 搞不清楚 真的講真的 他就不敢來 不過以色列這個國家 也是的確不簡單 說實話 建國沒有多少年 諾貝爾獎金出了好幾個 好幾個諾貝爾獎金得主 我去以色列看 我也到旁邊的阿拉伯國家看 你一看就知道完全不同 到以色列去 我們光看兩邊農田好了 以色列的農田綠油油的 在沙漠 綠油油的 它那個灌溉是用滴來算的 點滴灌溉 幾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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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多少的面積需要多少水 然後這個作物需要多少水 一邊很綠油油的 它旁邊就是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每個稻子都要垂 都要死不活這樣 其他旁邊 我插一句 你看 最近大家看奧本海默 你看當年就是這些原子彈 核彈 氢彈 不管是俄國的 德國的 或是哪一個國的 統統是 奧本海默也好 愛因斯坦也好 統統是猶太人 猶太人的子女教育 當然猶太人跟我們一樣 很重視教育 但是他比我們更重視 他的父母寧願全部家當 都給孩子去念最好的學校 就這樣從小的重視教育 他們知道漂泊在全世界各地 能夠贊成只有讀好書 有學問 有影響力 大家會尊重你 而且他從小訓練他的小孩 要問 要問 一直要好奇 譬如說舉來講 我一時候到大學去演講 講課等等 以前 會問問題的 一看都是大陸學生 台灣學生不問問題的 好 那就算了對不對 我們常常覺得說 美國學生很會問問題有沒有 美國學生很愛問對不對 所以猶太人孩子到美國去後 說怎麼美國學生那麼不愛問問題 猶太人一直問問題 一直Why Why Why Why的父母跟老師都煩死了 打破燒哥問到底 從小就這樣培養他們的小孩 所以這國家人雖然是少 幾百萬 不到一千萬 能夠強起來 是有他的道理 我會感到的 公養 為分中生浬 嘛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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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